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好啦好啦 歡迎回到我們的這個 看我笑一個忘記我們節目名稱叫什麼 把妹指南枝 脫離好人幫 等一下我是不是少講一句話 好少講喔問路人啦 我沒有講問路人 然後再一次 歡迎回到我們的 問路人把妹指南枝 脫離好人幫 我們上一週就已經預告了嗎 我們雖然講完二十五條了 但是還沒有結束喔 我們現在大家可以從標題上看到 我們這一支為什麼會出來 就是由於教主在他寫完二十五條之後 後面還有寫一篇他自己的尾聲 跟他自己的結論 那我們就會介紹一下 教主他的尾聲跟結論 跟我們對於他的結論的一些想法 以及我們問路人三個人自己 我們錄完了這二十五條 我們的這個 那叫什麼 總結 對啦總結啦 就是我們錄之前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錄 大家第一集 應該有聽到我們這樣說 為什麼會選這本書了嗎 那我們真的錄完了二十五集之後 我們又有什麼樣的想法 OK那事不宜遲 我們就 一開始一樣 我們就交給白馬 來為我們進行解析吧 欸大家好啊 我們準備要來結束了 欸這個尾聲其實我覺得 一開始他講的蠻好的欸 就是很中肯啊 教主說他這本好人幫裡面提到的 主要都是一開始認識女生之後 該如何應對進退的觀念和方法 只適合用在兩性交往的前半段 那沒錯啊 因為PUA的東西 就是在講 吸引跟投資 就是兩性關係的前半段而已 我們都知道嗎 就是 PUA他們 大部分都是只講 怎麼樣 吸引女生到上傳 後面的長期交往的關係 其實PUA很少在談 嘿 那 在這一條尾聲裡面 其實教主他就有稍微提到一些 就是 該怎麼樣去經營長期關係 像是他一開始就有提到說 就是兩個人都要有所付出 然後 長期關係是一場有無止境的精神戰鬥 必須要為兩個人的感情 都付出努力 才有辦法走得長長久久 好 當然他就只是沾到一點邊啦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長期關係 呃 更多的是 就是 在紅藥丸裡面比較能聽得到 那 當然這部分就 就是 這本書裡面比較少談到的 那各位就是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也可以聽我們 紅藥丸Podcast裡面 的一些內容 那 教主在 這最後面的結論 還舉了一個 故事 是在PTT的Catch版上看到的 那這個故事我們都覺得蠻有趣的啦 他 他 標題 叫做 熊哥說故事之 國王 女巫 侍衛 世衛長 熊哥說故事之 國王 女巫 世衛長 這個故事蠻有趣的也蠻長的 我稍微就是 講一下 他就是在說啊 有一個落難的國王 他遇到了一位神龍要救他 但是神龍他說必須要回答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 女人究竟真正要什麼 那 國王回答不出來 但是他想到了一個緩兵之際 他跟神龍說 先放我走 先救我 等到七天之後 我一定會找到答案 我再告訴你 然後神龍他答應了 但是條件是 如果七天之內 國王沒有回答出正確答案的話 國王就必須死 所以國王他回到了宮中 就召集了所有的城市 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答案 後來打聽到 城南有一位巫婆 他知識淵博 可能會知道答案 所以國王他就派遣了一位 英俊瀟灑的侍衛長 去把巫婆請到宮中 那巫婆就說啦 答案我是知道的 你的命我也能救 不過有個條件 就是 當侍臣之後 陛下要將侍衛長 娶我為妻 那國王他就想說 反正就是我的命很重要 市衛長又不重要 就幫市衛長答應了這門婚事 那教主說 這真是個完全只顧自己 不顧屬下 幸福的主子啊 好 那巫婆 他就說出了正確的答案 就是 女人真正要的 是能由自己決定 主宰她自己的生活方式 很有趣吧 那於是國王就帶著這個答案去找神龍 神龍他聽到了 哇 標準答案 很滿意的稱讚國王 是全世界最聰明的男人 然後 就 讓國王 就是可以不死 但是市衛長就倒大眉啦 因為他必須跟醜到 醜到不行的巫婆結婚 那婚禮當天 就是巫婆吃相 很難看 非常難看 還一邊吃一邊大聲放屁 然後還笑出很不雅的笑聲 但是市衛長為了國家犧牲了他自己 所以他不滿的情緒 都不敢在喜宴中發作 那好不容易終於熬到了 這個進入洞房的時刻啊 當巫婆換下禮服 從淋浴間走出來的時候 哇靠 市衛長簡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啊 因為他看到的是一個 超級性感的辣妹 不是原本那個 雞皮賀法的巫婆喔 是一個超級性感的辣妹喔 然後 其實他就是巫婆變身成的啊 巫婆就說 因為你信守承諾 在喜宴裡 也沒有因為我的無禮而發怒 所以我決定往後的每一天 有12個小時 可以變成性感溫柔的辣妹 但是 只有12個小時 不多也不少 你可以選擇要白天變 還是晚上變 那時間已到 我就會變成臭臭的巫婆 好 各位啊 如果今天是 你是市衛長的話 你會選擇白天還是晚上 讓巫婆變成超級辣妹呢 我先說啊 是我的話應該是晚上啦 我也是 我也是晚上啦 一定是晚上啦 好像不意外 管他 白天被人笑說 我跟巫婆在一起 沒差 反正晚上爽的是我自己啊 但是 但是 好 這個時候市衛長 他就猶豫了 他想說 對嘛 如果你要白天變辣妹 很棒啊 你在外面可以炫耀說 我跟超級辣妹在一起 可是晚上你就必須 跟醜醜的巫婆做愛 那這就是 要面子 但是會失去理智啊 不是啊 為什麼白天不能做愛 你看 連晚上12個小時變 結果你們有8小時都在睡覺 很浪費啊 你白天變12個小時 破解 破解了 好 我們先不管這個 然後 一樣嘛 如果你 如果你是白天 就是 被老大叫說 你跟老巫婆 在一起 但是你晚上可以自己很爽 好像也不錯 對 反正 市衛長就陷入了苦思 後來 講了老半天 他終於向巫婆說 好吧 你自己決定何時 要扮演你喜歡的角色就可以了 我不干涉你的生活方式 這個時候 巫婆聽了就很高興啊 他就說 由於你的包容與智慧 我決定 天天24小時都變成一個 有教養的 超級性感 溫柔美女 陪伴你 照顧你 哇 市衛長突然驚覺 原來幸福 如此意外的降臨在他身上 天下竟然有這麼好的事情 為什麼 他不是24個小時都變成巫婆 他說 我比較喜歡當巫婆的樣子 每天24小時都當巫婆 好慘喔 好慘 對啊 就是從喜劇變悲劇了 對啊 好 總之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最後面 國王市衛長跟巫婆最後都是皆大歡喜 好 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一個最大的情勢就是這樣 就是對女人一定要有包容性 讓女人決定她的生活方式 那所以教主他就有說 就是 呃 大家在跟女人相處的時候 就是要尊重女神 讓她去 呃 有她自己自由的空間 不要去試圖操控她 他說我覺得這句蠻重要的 那 其實只要是人啊 因為我看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呃 為什麼 為什麼是說女人 她能夠 最喜歡的是什麼 就是自己決定主宰她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就會想說 啊男生不是也是一樣嗎 所以 這是人性嘛 這是人性 所以這是互相的 不是只有你對你的伴女 女生伴侶是這樣 你 你自己也會想要你的另外一半不要干涉你太多 大家都是一樣的 對 所以 呃 雖然說我們要讓女生就是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聽起來好像我們男生好像很卑微 但實際上並不會啊 因為當女生被你吸引的時候 她也會配合你啊 因為她會她喜歡你 所以她 女生也會調整自己的行為 她的態度來討好你 讓你開心 沒錯 她說假設說有一個女生 她一開始就是說不喜歡煮飯 可是當她被你吸引之後 甚至嫁給了你 她就是可能會從偶爾下廚 變成天天下廚 就是為了看到你就是 吃她煮的東西 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 她開心 你也開心 我也喜歡看女生吃我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 吃哪裡 吃哪裡 欸 我跟你講不要說不要說煮飯了啦 都聽過多少女生說什麼 他們原本第一次經驗很差啊 然後就是很害怕發生性行為啊 對啊 覺得說很痛啊 感覺不好啊 欸怎麼遇到我們都不一樣 對啊 全部都SDD 對 對就是我常常會聽到女生說 原來我 覺得說什麼 我不知道原來做愛可以這麼舒服 就這樣 啊就是沒有遇到像我們這種 不好意思啊 搞手 對啊 真的不好意思啊 女性觀眾聽到這裡 就下面報名啊 對 下面報名 欸真的欸 真的蠻爽的 北中男子一選啊 北中男子一選 前陣子 北中男子一選 前陣子也是會在聽的上面 遇到女生啊就說 欸我從來沒有在聽的上 遇過像你這樣的男生欸 然後還甚至就是可能 就是加了我跟我聊line之後 他就把聽的刪掉了 我就問他說 欸你是不是把聽的刪掉 他說對啊 因為他就沒有想認識其他男生 爽 哇 哇 就是會聽到這種話 你會覺得很爽 嗯真的 所以女生會為了配合你 他也會就是試著改變自己來迎合你 好 重點來了 教主說 所以你是可以在贏得女人心的這個過程當中 藉由潛移默化的方式來引導他 所以 不是只有 就是 他改變 你也會改變 兩個人彼此會在 行為和態度上的修正 來換得對方行為態度上的一些改變 然後兩個人彼此之間會越來越好 這就是一個良性的經營的過程 好 但是呢 當你要做到這一步之前 你必須 怎麼樣 先讓女生喜歡上你 你必須要先做到所謂的 吸引 然後讓女生投資 他才有辦法被你引導 所以重點來了 這就是教主出這本書的目的 他就是要讓各位 因為原本都被當成好人的男人們 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門 能夠 學習到該怎麼樣去吸引女生 所以 就 不會 就是一輩子都 當個 被關在愛情大門外的好人 教主給了大家一個機會 就是這本書 最後面他說 兩性的交往 絕對是一個變速和變動極度的過程 只有不斷的學習 成長還有包容 兩個人的關係才能夠長長久久 所以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大家一些 遇見愛情的方法 那麼 就祝大家好運 問路人 也祝大家好運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我必須要講一下 他最後面其實還有一個 脫離好人幫七天速成作業 只是有點學習那個 The Game第二集的 那個什麼30天作業 他是把它濃縮成七天 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 他說七天就是禮拜一到禮拜天 禮拜一叫做搭禪日 禮拜二叫做邀約日 禮拜三 多焊異性說笑日 禮拜四 拒絕被凹日 禮拜五 展現優勢日 禮拜六 動作表示日 禮拜天 打炮日 不是啦 是嗎 正面思考日 正面思考啦 對不起 看錯了 對啦 正面思考日 這個我就不多說了啦 大家有興趣可以就是 去翻看這本書 然後照著做這樣子 對 不過我剛剛有翻一下這個七天的作業 其實我覺得不差耶 他寫的不差耶 是喔 對啊 我覺得還不賴 大家可以照著做 對阿 可以照著做看看 他也有說可以在一天內把它做完耶 可以阿 可以阿 可以的話 行的話 我們的話可以啦 對啊 這應該沒什麼困難阿 沒什麼困難 就是大家三日到打炮日 然後一天之內完成 都有人可以在心絕江兩個半小時之內完成的 你們說呢 哈哈 是啊 就不說了 真是的 好啦 討厭 好吧 那這個大概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的想法 大概其實我剛剛其實都有稍微講到了 我覺得他講的很對阿 就是 這本書他其實就是PUA的產物 所以 基本上就是在講前期的東西 那後期的東西 教徒他沒有多說 但是其實也有提點到一些了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好 接下來 阿翰你有什麼看法嗎 嘿 來到Inner時間的阿翰 其實我這邊 我對於他的尾聲就是 教主前面講的就是很認同 對 所以我現在要來噴發我的InnerLeave InnerLeave InnerLeave 就是教主有說到嘛 縱使你有前面 你真的學到了前面25條信念 然後交到了一個女朋友 沒有 那你也只是踏進愛情大門的第一步而已 絕對不要就是 自得其滿 就是說 欸 我已經完成了 我已經完成愛情這個霸業了 沒有 你只是踏進了第一步而已 嗯 而且在上一條的時候我也提到了 上一條信念教主有講到嘛 就是沒有鬆懈的時刻 然後我在上一條有講到說 欸 踏進去才是真的嘛 所有的痛苦都是在長期關係來的嘛 對啊 沒錯 人生的痛苦不會停止啦 你只能 每遇到一次痛苦就把它跨過 然後再成長一點點 人生道路就是這樣 那 那 教主裡面還有講到的就是說 欸 他前面講的那些信念啦 只是在跟 兩性交往的那個 前面那個部分 但 後面的這些部分 就是 一樣啊 就是 不外乎就是溝通 對 溝通 然後還有教主講的就是 你要 學習去付出 不要去就是 一直想要有一些回饋 那 我在這邊再加強一點 就是 付出是要心甘情願的付出 心甘情願很重要 對 如果你只是 為了要回饋而付出 那 那就不是心甘情願 那你只是在 說取對方的價值而已 就是 我們常常在講說取價值 那你心甘情願的付出呢 想當然你就是給予價值 欸 我 因為你是我的女朋友 然後我喜歡你 我願意這樣做 那我覺得 欸 就這樣 欸我請你吃個飯 或者 我送你小禮物 啊這個都沒什麼 因為我 就是 做得也開心 但是 如果你一心只是想要 對方幫你付出 或是 你自己付出 然後 付出完以後 又一直要 對方馬上回饋 回應你的話 那 這個心態就不健康了 那 你的感情也是 到最後就是 會分崩離析 所以 我們的出發點 如果是說取 就是不對 嗯 在感情裡面 我們就是 要互相扶持 然後一起成長 然後 對方有一些 可能 你不喜歡的地方 你不用 你不用大發雷霆 或是說 暴怒 或是說 冷戰 你可以溝通 你可以說 欸其實 我覺得你這樣不太 那 好好講 就跟他講說 欸你這樣 每次剪指甲都 拿個垃圾桶 之類的 例如 對啊我覺得這樣 你看 你不是還會踩到他嗎 然後 對方就會了解 但是如果你在那邊 吵說 痾 你這邊的剪指呀 你他媽 都不放好 你是瞎子嗎 等一下 對啊 那就不一樣了 就有言語刺激 溝通 好 吵架也好 但是不要去言語刺激別人 對 或是辱罵別人 那 講回來 你為這個感情付出 為對方付出 然後 其實也是為了你自己嘛 因為 這段感情是你性感情願 踏進來的 那你為了這段感情的長久 所以你就是 會努力的去 提升自己 或是 跟對方配合 努力的去自我提升 然後 後面這個故事啊 我是覺得蠻好笑的啦 我自己出來覺得很好笑 我整個也是來不及反應 尤其是最後就是 反正剛剛白馬也講過 我就不細講 他就最後那個 夫婆說他要 24小時當美女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天氣下沒有這麼好的事嘛 嘿嘿嘿 對啦 但是 他不是 他不是後面還有一些 就是搞笑的歧視嗎 我剛剛 怕時間不夠沒有細講 他在說什麼 這故事給我們的歧視是 一 人要信守承諾 二 為經理的同意 你主管幫你包山包海承諾的事情 還是要精力完成 三 婚姻的幸福與否 與婚禮的排場無關 然後 五 剛剛我講的那個 對女人一定要有包容性 讓自己決定她的生活方式 這個是四 然後五 不管外表如何裝扮或改變 其實女人的內戰本質 還是一個巫婆 這是原作者說的 不是教授說的 然後 七 不要指望你的另外一半 看完這故事會大徹大悟 哈哈 然後第八 在台灣 巫婆是不會變成美女的 哈哈 不知道在哪裡才會 哈哈哈哈 好 欸 其實是講完嗎 你說 你說 你說這一 這個故事讓你覺得很有趣啊 然後 怎樣 說這個不會在現實中發生 那現實中應該是怎樣 現實中喔 現實中 多半 不會有人就是 為了你 然後變24小時的 就是另外一個自己啦 喔 太蠢了 啊 我 再講回來 不管 他說什麼女生就是要 可以決定自己的 生活方式 但是我覺得 講回來啦 以那時間啊 不要去管女生要什麼啊 太多人在管女生要什麼 不管是在 平常的群組 還是說 路上 或是一些朋友的困擾 他們到底想要什麼 不要去管女生要什麼 你自己要什麼 才是最重要的 喔 把自己的虛構擺在第一位 你如果總是去想 對方要什麼 那你只是無限輪迴 因為你不會通力 然後你又一直在想 然後你又想不透 那 只是在浪費時間而已 對方要什麼 我們在感情裡面 我們可以溝通協調啊 我們可以慢慢的 不管在溝通 還是在吵架裡面 會知道啊 會知道 欸 他的需求是什麼 他一定會講嘛 那我的需求是什麼 他們去溝通協調 慢慢的這個感情 就會誠信 因為每段感情 有每段感情的樣子 你看每個人在交往的模式 都是不一樣 你在這個爭吵啦 吵架啦 還是溝通裡面 你會慢慢知道 對方要想要什麼 那你也會 跟他講 我想要的是怎麼樣 那你們兩個 會慢慢的去協調 也不可能完全迎合對方嘛 啊 最後就是會慢慢成形 那這個就是要靠彼此的包容 然後還有溝通 有一些地方我們就 其實有一些小事 就不用 每次都拿出來 吵 很無聊 而且就是 只是在損耗彼此的精神 嗯 那你就 有一些小地方我們去包容 欸 無上打揚 你想要的去溝通 像 舉例我女朋友就是 想要 我每天都可以 跟他約會都可以準時 但是我就跟他講 可是我就是 活了二十幾年 我睡就是 都會睡這麼晚 我沒辦法 啊我如果睡不飽 你看我跟你出去 那我精神就不好 精神不好 精神不好我又一直想要睡覺 那你看我這樣 你也會不開心 對啊 所以我就是以 這樣的方式 然後去跟他溝通 所以後來我們就慢慢協調 那我就中午 我最晚就是到中午 我就起來 那他也可以等我等到中午 這樣大家都開心嘛 對不對 啊不然你們都約幾點啊 約早上九點喔 對啊 夭壽 太早了吧 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要命 但是偶爾有時候 我們要出圓門 我還是會覺得說 欸那我們要出圓門 我早起是應該 不然會浪費時間 對 出圓門你可以在車上睡啊 對啊 啊你不要一直去想著 要控制別人 你不管是誰 你都不要去想說 欸我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你怎麼廢話這麼多 不是啊 他又不是你的機器人 還是你的女僕 那你滿足了你自己的需求 啊人家的需求呢 對方也是人啊 對啊 所以要記得尊重對方的想法 要記得尊重 好嗎 尊重 沒有一個人是真的屬於你的 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 是真正屬於你的 就算你地結了婚約 那也只是一個社會之源 那你交往 那也是道德規範 嗯 但他永遠不屬於你 他的身體 他有自主的意識 大家都是獨立的個體 要記得 那 教主說的沒錯 就是 大家都會想要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那你咧 重點是你咧 你想要過怎樣的生活 嗯 好 這個就是 觀眾可以回去思考 你到底要什麼 其實自己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 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在過 別人沒辦法幫你過啊 那別人也 當然別人也沒有全力幫你決定 那感情也是一樣 很多都是一樣 你的工作啊 對 你的工作為什麼要家人叫你做什麼就做 那你為什麼要放棄你自己熱愛的東西 就是這樣 好 INNER時間結束 哇幹 講得超棒 謝謝 謝謝 痛哭流涕 好啦所以換我了吧 嗯 OK 好啦 我覺得教主在尾聲提到的齁 他說 他前面教你這些蛙哥 這些東西 只是 適用在交往的初期啊 因為 他不相信你 只學了這些東西 真的可以讓你跟 你的另一半 感情融洽 為什麼呢 因為你交往前期 你還是要用一些手段去吸引對方 提高對方認識你的興趣 才會讓對方真的認識你的內在 但是交往後 要穩定感情 那你就要更開放心去面對 那就要溝通 其實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本書 因為 教主啊 雖然我們前面在講25條 有一些地方其實我們不完全認同 他的說法 但是你看這個大方向 其實我們是認同的 就是 你最後吸引到妹子之後 你還是要讓妹子真的認識你的內在 真的認識你這個人 然後你們才在一起 而不是像 有一些真的是傳統的PUA教學 他們就是教你用一些手段吸到妹 打到炮 然後就沒了 反正他們只是想打到炮而已 所以他們最終 他們的目的就只能 以上越來越多的妹 或者是他們說分數越來越高的妹 為樂 然後並且 在他們的群組把這些裸照啊 或什麼在那邊 真的是很噁心 以前看過這種群組真的是受不了 我自己受不了啦 那我也 其實我也不希望我們的聽眾 就是 如果你有在這種群組的話 自己注意一下 因為 在這種群組你的ego 真的是很容易就會起來啦 因為這種群組裡面 就是最明顯就是 他們常常會造神啊 就是一些 師父啊 大哥啊 之類的 就是 喔好強啊 可以約到小魔 我跟小魔打到炮 訴約 推炮 幹真的是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這種風氣 喔好強喔 可以拿到一堆女生的鑰匙 我自己真的不是很喜歡這樣的風氣啊 因為你 這種風氣你就等於是 你是 就像獵人頭一樣啊 就把妹子當戰利品啊 你跟好幾個妹子打炮喔 好強喔 500人長好強喔 嗯 棒 我是覺得真的沒有必要這樣啊 你真的是 內在小孩受傷是不是 真的是 所以 教主這邊講的啊 我很喜歡的是說 雖然 教主這邊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說 你教長其實用一些手段 去吸引對方 可是 他不一樣的點是在於 那些game中毒的人 他們是用手段 去把對方拐上床 但是教主這邊說的是 用一些手段去吸引對方 提高對方認識你的興趣 他真正認識你這個人了 所以你看他還是真的認識你這個人 這很音樂好不好 超音樂的 然後 就要說後期 教往後期要穩定感情的話 還是要用更開放的心去面對 那這個其實 我簡單來講 交往後期的走向 就兩個方面 一個就是上一集我們阿翰才談到的 關係花園 怎麼跟對方經營 怎麼跟對方溝通 這是一個很難的課題 第二個硬派一點 就是洪耀文的做法 就是很硬 那這兩個東西 有看似很衝突喔 但其實沒有那麼衝突 我說過了 但是如果你要聽得更詳細一點 還是一樣 我們在我們的洪耀文三部曲裡面 有很詳盡的解釋你 如何用這兩種方法的折衷 去處理關係 那我在這裡就不多談 OK 那我很喜歡教主後面說 你不要只想著獲得 你要想著付出 就像剛剛阿翰說的 其實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背後你是索取價值的心態 還是給予價值的心態 為什麼很多人看得這麼出來是沒有用 他們可能例如像這一句 你不要想著獲得要只能付出 他想著要付出想著要付出 但是其實 他內心還是在收取價值 他覺得我都付出了這麼多 為什麼妹子還是不愛我 之類的 因為你以為你付出了很多阿 你付出時間 你付出陪伴 你付出金錢 但是其實你都是想要跟著沒打到炮 或想要讓這個妹子當你的女朋友 所以其實你還是在索取阿 那你外顯的東西即使看起來很像 但是你內在你的出發點不一樣 你整個出來的行為就完全不一樣 尤其女生比我們更敏銳 通常女生社交技巧會比男生更好 他們很快就可以發現 你到底是真心的在給予價值 還是你看是在給予 但是其實你是在索取 這個心態的不同阿 就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 INNER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阿 我們的INNER 你做出來的外顯行為 你會以為像說 跟這種傳統的泡妹 不是都差不多嗎 但是魔鬼的細節裡面阿 AMIGO 魔鬼的細節裡面 你看起來外顯行為很像 但是重點是 我們的內在心態是不一樣的出發點 就完全不一樣 就像我剛剛說 那種比較舊的群組裡面的人 他們就是想要打到炮 想要打到炮 最後就走火入魔 真的是 不准了不准了 OK 不過我自己很想提一下 就是教主有說 等到你確定你跟這個妹子感情穩定 你就可以開始付出了 我是覺得不用等到 你跟這個妹子感情穩定 才開始付出阿 你從一開始 你就是一個給予價值的心態 不是叫你一開始 就對他付出很多時間 付出很多陪伴 不是不是 是你一開始在認識女孩子的時候 就是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 那你本來跟人家相處就是給予價值 那最簡單就是給予情緒價值 那這也是我們一直一直提到的東西 因為你給予價值並不是為了得到對方 而是你在給予價值的過程中 你自己感覺也會好 這才是重點 就像我常常給予妹子情緒價值 常常逗他們笑讓他們開心 然後有時候讓他們 就是開他們玩笑 重點是因為我自己也開心阿 我給予價值並不是我說什麼笑話 逗他笑之類的 而是我在讓自己開心的同時 用我的情緒去感染他的情緒 讓他也覺得很開心 這才是重點阿 那關於後面的這個故事 我感想是就蠻有笑的阿 但是我覺得教主的延伸也不錯喔 就是重點不是你這個 就是他有說嘛 你讓女孩子去決定她自己生活的方式對不對 這聽起來好像有點卑微 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為什麼 因為這不是卑微阿 這是尊重對方 像教主說的 沒錯 妹子會為了你而進步 會改變自己 而你也會為了妹子去協商妥協 這點我很欣賞喔 因為就像我們常常說的 界線這東西是很彈性的 你只要底線踩穩就好了 抓大放小嘛 你大原則抓住 那這些小細節 你沒有必要踩得這麼死阿 像很多洪耀丸中毒的人 他們就會完全不妥協 框架硬邦邦的 就是 喔怎麼可以叫我 怎麼進門一定要穿拖鞋 老子就是不喜歡穿拖鞋阿 這種小事情你也要跟人家爭 他上次講過那個戰爭店 那個做著尿尿也是 就是重點這些小細節 這些規則 這些都不是重點 你的界線是可以很彈性的 你看妹子願意為了你去學習下廚 那你為了妹子學習去怎麼舔包 也不差阿 你會覺得 可是我覺得包好臭阿 那就叫他洗乾淨阿 互相互相阿 這就是妥協阿 阿如果他洗過了還是很臭 那你可能要帶他去看醫生阿 所以重點我們一樣 問路人一樣強調 我們就是走嬰兒還有洪耀文的融合嘛 對 所以一樣大原則你要把握住 小細節不要管他 你就跟他妥協嘛 就是我們就是互相妥協 OK 那我覺得後面教主的這個 最後面阿 我把他總結 就是自我提升是沒有停止的 無止境的 其實跟我們上一條結論有點像阿 重點就是這就像逆水行舟一樣阿 如果你都沒有繼續進步 那你就是一直在退步 沒錯 所以請一定要繼續自我提升 一定要繼續進步 一定要繼續收聽問路人的節目 一定要記得抖內給問路人 謝謝 感謝大家聽到這邊 最後面置入性行銷的部分 謝謝大家 不過其實我們還有一小部分阿 就是我們三個人錄完這25集 最後最後我們屬於問路人的結論 那我們就一樣請白馬先開始說吧 好終於來到這個最後總結的部分了 這個阿 我覺得啦 就是這本書在那個年代還蠻奇葩的 因為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出 它是1.0時期的產物 可是內容又跟Inner和Redpeer有很多相符的地方 阿當然也是有少部分跟Redpeer是不同的做法啦 就是我們前面在錄的時候都有稍微提到 但我們也只能說這其實是那個年代 紅藥丸還沒有盛行阿教主還沒有讀過紅藥丸的東西 所以導致的一種局限 但整體來講 如果你已經從1.0走到2.0 再從2.0走到Redpeer的話 你再回頭來看這本書 你會發現其實能吸收的還是很多 而且會用另外一種更全面的角度來解讀這本書的內容 就是這樣 我還是推薦給大家 好 阿漢 我的感想第一個就是 哇 終於就完25條了 終於 真是漫長 25周阿 對啊 但是就像剛剛白馬講的阿 這個東西 這本書是大概十幾年前出出來的 其實我覺得在那個年代 資訊也沒有很完整的時候 其實這本書真的是大家福音阿 對我也是 在我那時候剛接觸到這本的時候 也是有心中的心態 有改變不少 對阿當然也有一些看不懂的地方 阿到現在 我回頭來看這本書 欸這本書真的 很不錯 雖然我前面一直在批判教主 但我要講我真心話 這本書真的如果你 一開始你完全不知道 然後你又深陷這個 好人的泥沼中 那這本書可以拉你一把 真的 他可以拉你出來 那拉你出來以後 你要再怎麼走 那就是 後面 再慢慢讀生 慢慢學習 音樂 弘揚完那些 但是這條 絕對是一條 這本書絕對是一條救命神 他一定可以拉你錢 所以 我們烏弱的才來講他嘛 他有價值 對 大家 快去買吧 哈哈哈哈 應該還有存貨 應該還有 應該還有 有啦 有啦 博克拉應該還有 對啊就 一邊看著就買來 買來這本書 然後一條一條 看完 看完信念衣 看不懂 就打開溫柔人的Podcase 說得好 就這樣慢慢的一條一條配著聽 再聽一遍 你一定會有收穫啦 一定有 一定有 好 就大概就是這樣啦 我自己對這本書感觸是蠻良多的 畢竟在第一條的時候也說明了 就是在我國中的時期 在學校圖書館借到這本書的 其實真的是感觸很多啦 那事隔十幾年 再回來看 我只能說其實 就可以回想起當初那種青澀 然後還不太會追女生的時候 就像這個這本書裡面 每一條信念後面其實都有一個 那個米奇曼這個彩畫家 畫的那個四格漫畫 然後就是有一幕是那個將軍啊 望著那個征戰的沙場 遙想當年自己 還是在情場底下征戰的小兵啊 然後就是會有一種 不生唏噓之感啊 其實現在可以懂這種感受 真的是 就會有時候跟女孩子相處 就會覺得說 幹 如果是以前 還在當好人的自己 會怎麼怎麼做 但是現在就是知道 其實 其實你還是會有那個衝動 會怎麼這麼做喔 但是你就知道 其實我不能這麼做 因為我這麼做看似 短期好像有爽 好像對這個妹子比較好 但是其實長期 對我們兩個都是不好的 所以其實知道 你還是不能這麼做 其實這種感覺是有點 唏噓 不知道怎麼形容啊 對啊 就是不生唏噓啦 不生唏噓 那我自己這樣從頭到尾 錄完這25條 我現在來想啊 其實我對兩條最有感覺 一條是信念十四的千萬別告白 就知道 對這條最有感覺是因為 當初就是因為這條啊 如果我有複習到這條的話 當初國中就不會爆掉了 但是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忘記了這條 因為把書借朋友了 沒有複習到這條 國中才爆掉 可是如果沒有爆掉 也不會成就現在的阿亮 真的是感觸良多 那我印象深刻的第二條 就是信念二十的 人人有機會 因為以前自己也是覺得 對方有男朋友啊 就真的是 就只能放棄 或者是真的是在那邊吃吃的等 對方分手或什麼的 然後就很難過 現在誰在管那種東西啊 男朋友啊 那可以吃嗎 可以吃啦 所以就是特別對這兩條有感 就拿出來講 其實說真的蠻感謝教主 在十三年前左右就出了這本書 我覺得真的是 在那個年代真的是 劃時代的產物啊 那時候 把妹資源沒有像現在這麼誇張 現在打開YouTube Podcast IG到處都是 那個時代 大家都還在 還在接送 送宵夜之類的爛招 真的 就像剛剛前面阿翰有說的 這本書 如果你還深陷泥沼的話 一定是你的救命神 那我們的問路人 也一定會是你的救命神 沒錯 所以就記得 持續收聽我們的Podcast 然後繼續的大力的抖內我們 然後把我們的節目分享出去 那這裡預告一下 我們現在錄完了這個 把妹指南的第一本書 脫離好人棒 那接下來 我們預計要錄的 就是要錄人生指南 我們以後就這樣交替交替啊 錄完把妹指南錄人生指南 錄完人生指南錄把妹指南 叫做被討厭的勇氣 那至於介紹 就是這些介紹啊 前言啊 跟我們 就一樣是流到 到時候人生指南第一條 就像我們把妹指南第一條一樣 就是前言加介紹 在講那個內容 好 那就這樣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動感動 跟脫離好人棒說再見啦 揮揮手 掰掰 那大家一樣 下週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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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